这个就是所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777了 好 那么现在我再去减掉一个呢 我给用户 或者叫给Ada这个组 减掉执行这个权限 和W这个权限 诶 晕了 减错了 减了R这个权限了 那我就减掉RW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只有X这个权限 好 这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权限 那么这里我也要说一下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文件 C.txt 当然在lending下面 其实没必要用扩展名了 在lending下面没有必要用扩展名 所以我们就这样吧 直接 这个文件就行了 因为在lending下面 一个文件是否 就是一个成 一个文件它是否是可执行文件 不是靠过程扩展名 跟windows下面不一样 靠什么呢 靠的是权限 我们在这里 去做一个操作 做一个 做一个echo hello sunday这样一个操作 好 大家可以看 这有个c 对不对 那这个c 我们能不能像普通的命令 这样执行一下 像sail一样执行一下呢 事实上 事实上是不行的 当然它这里也说了一些权限 不允许 但是即便权限允许 我们也是不能执行的 那你想要执行它 你必须要给它 附上 附上一个可执行的权限 所以我们就给它附上一个777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变绿色了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看是不是就执行出来了 把我们刚刚那个内容给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可以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一个shell的脚本 超级简单的shell脚本 好 这就是我们chmod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grip grip这个命令 我们说了 是在文本里面去查询 去查询一些内容 它的操作方式就是grip加上keywords 就是关键词 再加上路径和文件 其实用法倒是比较简单 我就不一个个去说慢了 大家自己可以去mend 我们就查询一下c这个文件吧 grip 查什么关键词呢 查sundee c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来查sundee这样一个关键词 大家看是不是就查到了 它和显示出来并且红色标注我们的这样一个关键词 好 这就是我们grip find find是在我们的词盘上去查找某些文件 这个命令非常用管用 这个命令我们常常都会用得到 那么它的操作方式是find加上路径 再跟上一些参数 比较常用的是跟上一个name 啊 就是根据名称来查询 后面跟上名称的具体 比方说我现在 我要find 当前的这个文件夹 找谁呢 找一个 找一个 c c的参数 大家看 是不是就找到了 是不是就找到这个文件了 那用这种方式 其实最容易去查找了 去进行查找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它可以根据目录来进行查找 文件夹和集联进行查找 比方说我要从根目录进行查找 那这个可能 一个是权限 另外就是什么呢 另外可能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才中途退出啊 我即便有 它这个访问那些系统文件夹的这个权限 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比较长 那最后定位到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 你要在这个地方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find的这个 其实它可以操作的内容也比较多啊 可以操作的内容也比较多 深度 mount 这么多内容 我们看不过来 对吧 有根据时间去查的 有根据文件类型去查的 有根据名称去查的 我们刚才看到 有根据名称去查的 有跟简简单单 根据路径去查的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挺麻烦的啊 但是我们 至少要掌握的是根据名称来进行查询的 好 那么除了 除了find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locate locate跟find有点不一样啊 他们他也是来查找 但locate的速度要快了很多 因为locate实际上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之前所说的 我们还记不记得 在我们的文件系统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i node 就相当于是什么 是我们文件的所有的这样一个 竖状的这种索引 对不对 那么locate就会把这个索引 其实维护在一个数据库里面 维护在一个数据库文件里面 然后他会直接去数据库里面去查找 这样就比find的直接在磁盘上找 要快得多 要快得多 但这里无非有点麻烦的 就是要去更新 你要注意去更新我们的数据库 通过这个命令 叫updateDB来更新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比较locate 你看这样一下就可以把它查出来 相关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只不过这里为什么没有它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数据库 没有去更新它 就是每件一个文件 你在查之前 你要去更新这个数据库 然后你再去查找它 否则的话 他可能就查不到它 速度也要快很多 速度也要快很多 那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命令 其实我用的比较少 我们主要还是用find的 没有关系 你只要指定好就行了 ln就link 建立链接文件 链接文件我们说了 是一个快捷方式 对不对 在linux里面 链接文件分为软硬两种链接 软链接就表示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件 它只是指向原来那个文件 那硬链接呢 就表示原来文件的一份拷贝 原来文件的一份拷贝 那么默认情况下就是硬链接 就是和加参数hard是一样的 那么加参数s就表示sort 软对不对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格式 就是原文件和目标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做一个操作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c 我们改做一个copy 或者叫建一个链接吧 默认情况下和敲它是一样的 就不敲它和敲它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给它建立一个链接文件 非法的参数 我看一下 s 应用链接 我可以用个p 我们可以用l和p两个参数都是可以的 l是建立一个逻辑上的 p是建立一个物理上的这样一个硬链接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实际上就形成了它的一个直接copy过来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软链接 软链接就是so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建立一个c2.ln这样一个软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显示方式就是它指向它 对吧 它指向它的这样一种方式 而我们在建硬链接的时候 它的大小 文件大小是不是也跟这个原始文件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么建了软链接之后 它的大小就发生了改变 它只是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你可以试着通过这个软链接来执行一下 它就会去转向到我们的这个原始文件 这个就是链接的一个使用 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软链接建的比较多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大家下来也可能要多练一下 这个而且不需要死经被 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命令 大家可以自己去熟悉一下 关键是你要会敲 而且你会敲的时候 你会敲一两个参数 其他参数你也就会了 对不对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文件操作里面 压缩与解压缩 这个其实还蛮管用的 那么我们比较常用的是GZF 我们就讲两个 在讲压缩的时候就讲GZF 讲我们的打包的时候 就讲Tag就行了 因为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下下来的文件格式 是不是这样一种格式 比方说 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下下来的是不是这样一种文件格式 对不对 那其实这样一种文件格式就是我们的一个压缩包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把解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怎么压缩和解压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压缩 比方说我们把 hello.c来进行一个压缩 那么就用GZF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GZF这个命令怎么用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不需要十斤被 还有一些参数我们可以看一下 强制啊 这个D看没有 D-D是几岸 D-R是几连 可以几连压缩 好 我简单看了一下 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猜测 没有看到建立压缩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也 我们能不能假想一下 就是在压缩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加入什么参数 那我们就试一下 GZF 对了 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有人可能就忘了 到底是这个原文件和目标文件 我们应该哪个放前面 哪个放后面呢 我们看看他的 他没有说 原文件和目标文件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就猜想 是不是默认的情况下 他会自动去起文件名呢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GZF 压缩 Hello.c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就压缩了 有一个Hello.c.gz 这样的一个压缩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文件 我们看能不能直接打开 看一下他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看不了了 因为是二进制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看不了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也可以通过 file来看一下他 你看他就会说 这是一个GZF的一个压缩格式 好 那么这个就是压缩 那么解压怎么解压呢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不是加上d就可以了 gz 杠d就可以了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压缩了之后 是不是原文件就找不到了 对吧 那么杠d可能原文件又出来了 它又消失了 我们试一下 杠d hello.c.gz 果不其然 我们所料 对不对 这就是gz 一个用法 那么tug呢 同样的 我们看一下tug 好 tug就有一些不同的参数了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就有一个 create 一个新的achieve 所以 用downsit这样的参数 去建立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文件 建立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这里也有 -c -list update get 然后解压的时候 就用它extract -x 好 我们先把最核心的记住 最核心的记住 看看还有什么 f就表示 用一个打包文件 用一个打包文件来打包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v是level v是显示 显示这些过程 好 我们大概知道该怎么用了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我来打包一下 这个 -c hello .c 这个文件 所以要把它打包成一个文件 所以应该要有cf 而且为了显示方便 我用cvf v的话会把它打包的过程 一些相关的信息也会给我们显示出来 对不对 这个后面 是不是要加一个文件名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子 好 把这个文件放在前后 就是一般大家在用的时候 这些不了解了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去考虑 来这样子去考虑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我也不会去 去 死 死计 死计它的这样一些顺序 我们通过这些man方法呀 我们可以来了解它更多的一些内容 你看 加了选项之后 首先是它的路径名称 也就是说 它要完成的这样一个 打包文件的这样一个例子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些什么内容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内容太多了 大家说容易晕了 怎么办 不用全都去看 我也从来没有全都去看过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什么 gzip来进行一个压缩 对不对 可以用gzip来 做一个压缩 所以我再加个z 我们还是打一下包 在刚才我们是建立一个文件 然后显示 打成一个文件 我再用gzip来 再给它压缩一下 那么 对哪个文件呢 对hello.c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你看我又忘了东西了 那这个时候 我给它随便起个名字 但是按照我们的一般的规则 是什么呢 你加了这个参数 又要压缩 又要打包 一般情况下 它是会 它是会考虑什么呢 它是会考虑 是先打包呢 还是先压缩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 无非是个文件名的问题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约定是什么呢 先压缩 再打包 按照这样的一个文件 的格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有了 是对hello.这个文件 那那你说了 那我原来的这个文件 就没必要了 删了 还有 新.tug也删了 还有 c.tug也删了 清静多了 好 下面呢 我们要给它解压 对不对 那解压的时候 针对这个 我们用同样的是用tug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呢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刚刚压缩 是用的 czvf 我们记住啊 f是file 就是一个 把它建立一个打包文件 v是显示一些信息 z是压缩 c是create 建立 现在我们不是建立一个 打包文件了 我们是要导出 对不对 extract extract 所以我们就改改成x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跟上这个gzip 跟上这个文件的文件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解压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gzip和tug 这两个命令 大家要紧记到我们的tug 这样的一个 czvf 还要注意一下 f一定要放在最后 这样的一个命令和xzvf 这两个命令 一定要紧记 一定要紧记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文件夹进行打包 大家自己下来再练一下 一定要紧记这两个命令 压缩和解压缩 那么同样的gzip也是一样的道理 非常简单 下面是我们一个比较合并 就是